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來 來看看這張圖 我們就假設他來是真的 好不好 都已經這樣子 你要講親朋踏戶也可以啦 到花東外還在這麼近 眼睛就看到煙囪開玩笑 那我們的國軍在幹嘛呢 好 這是上禮拜 這個亮哥提供的 來 這是2019年 這個蔡依依很帥 在這個應該是個戰情室或什麼之類的 可能觀看演習或什麼 你手裡拿這個電話 像電影畫面一樣 他說什麼 國軍有充分萬全準備 鞏固2300萬人民 選擇自由民主的生存權力 為夏立軍方 對蓄意越過中線的挑釁 必須第一時間強勢驅離 人家已經不只越過中線了 你有強勢驅離嗎 那現在就變成這個 用嘴巴來慈母守中線 中國共軍的軍機飛越台海中線 那慈母守中線 然後呢 當年的霸氣去哪了 怎麼躲起來了 所以真的 你一直想靠這種挑動兩岸的危機 獲得政治紅利 我覺得你有時候 試想這一次真的會這麼輕易得分嗎 大家很多年輕人我想期待的是民進黨 拿出這個強勢作為 我們飛機上去 可是我們看到了什麼呢 喊話 然後上去一些空中對話 人家就是人家飛過中線 人家飛到你的領海領空裡面 跟他們在那個西南角郊飛來飛去擾台 你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還能期待民進黨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 除此之外 結邦居然拍到這個藍洋艦 說上頭充滿了歷史的痕跡 當然這個我不以為然 這軍艦老舊來看這邊 有些這個袖姬斑斑 那當然就是被 這個某些朋友就說 怎麼這麼舊 這個1995年服役的台灣的藍洋艦 怎麼跟中國大陸 2018年服役的南京艦對抗 這根本是不對稱戰力 這也太不對稱 太不成正比了吧 那當然啦 你說真的在軍力上面 要跟中國大陸對抗 那太難了 你看中國大陸解放軍 航空母艦兩艘 有遼寧有山東 那福建可能明年就能服役了 然後有核潛艦 攻擊擊潛艦 有巡洋艦 有驅逐艦 有彈道 飛彈潛艦 訓練艦 好幾百艘軍艦 那在台灣的部分 真的 我們的武器就稍微舊了一些 包括驅逐艦四艘 潛艦四艘 也不是核動力 這個巡防艦 飛彈快艇 巡邏艦 這個掃雷 跟烈雷艦 七艘 其實比起來 各位數字真的差很多啦 真的是差很多啦 所以你真的要跟人家硬剛硬槓 硬幹 其實說真的 你大概也弄不贏啦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的國防部 是不是永遠都在否認 永遠都在否認 像關於到底有沒有看到 花蓮這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海軍司令部就提到 說針對陸媒報導 依照衛星圖顯示 解放軍軍艦跟花蓮呢 和平電廠距離11.78公里 已進入我十二海裡的領海 內容是假訊息 那國防部降輸了之後呢 那中國大陸就拿出了 這個衛星照片 告訴你說有啊 直線距離就是11.78公里 說南京艦的位置在這邊 那這個衛星照片當然啦 也有人說造假 有人說可信度很高 那我不是專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後說根據衛星追蹤圖呢 就是11.78公里 然後博弛臺灣的說法 那今天 解放軍又來了 不 國防部又來了 又開個記者會告訴你說 你看 這個 中共這個基建 從來沒有進入我方的領空 然後領海 來 通通都沒有 好 那我給大家看個照片 大家可以稍微比對一下 比對一下 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照片呢 這我突然想到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照片 這是什麼時候的照片 這個 你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我跟各位說 這是自由時報 借我用一下 自由時報的同事謝謝 同業謝謝 這個是2012年9月 去幹嘛 就是這個我們旺董 出錢出力 搞了漁船 去釣魚台護漁 大家不知道 記不記得這個新聞 去釣魚台護漁啦 那據說拍到這個照片的距離 大概是三海里 三海里喔 三海里是大概幾公里啊 比哥你說三海里是成員多少 三海里大概5公里多 大概5公里多 所以你看這個距離 來大概這樣的距離 船上的距離 船跟他跟這個釣魚台 這個島的這個 大概是5公里左右 那所以說如果是 共軍跟花蓮距離 11公里的話 應該是要兩倍的距離 那滿可能是真的啦 為什麼我敢這樣說 因為我在這艘船上 對我在這 I'm here 我在這 那一趟去護漁 我有去 我就坐在第一艘船上 吐了33個小時 然後被那個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的 那個噴水船 噴的我一身都是海水 我已經吐了十幾個小時 到了釣魚台 我看到它釣魚台 就差不多這麼大 就照我眼前我看得到它 然後吐個半 撒搖起來 連線做Stand 然後日本這混蛋 在旁邊一直噴水 你們一經既然用那種 日本腔的中文 一直在講說 你們趕快離開 一直噴火水 一直噴 我站起來就噴 站起來就噴 所以這個我很有印象 那假設這樣的距離 是5公里左右的話 那那個距離 如果沒有虎爛的話 是有可能的 一倍多一點的距離 看起來 那個牧師的感覺 確實應該是如此 應該是如此 我們先請這個求書好了 這個專業的 到底有沒有這麼近啊 大家現在都在吵翻天啊 我先呼應一下 剛剛單身廣講的 歷史的痕跡啊 大家都有啊 什麼東西泡在海水裡頭 不生鏽咧 對嘛 這個講這個也算是 那個對不起 那個中國的網友 你們必須也要面對一下 2017年 遼寧劍到香港的時候 這個時候 被香港的媒體講說 遼寧劍在水線這個部分 有生鏽 請問一下 中國的網友是誰出來 在台灣否認的 就是我 我說不是 那個不是 為什麼不是 他就是這一種 作業的平台 去磨來磨去磨來磨去 哪有不掉漆的呢 一定掉漆 所以我覺得掉不掉漆 什麼秀斑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說 在戰力上面確實有一段落差啦 那個有關於代差這個部分 我早就說過了 055它基本上來講 它已經是提康德羅加的一個能力了 就是巡洋艦 而且是具有神盾系統的 那如果說是052D或者052DL 其實它就只有那個雷達有些不太一樣 其他的它已經是伯克級驅逐艦的一個等級了 那我們的以台灣的基隆極艦或者是紀德極艦 我們這樣來講好了 它的能力甚至比052C還差一點 因為它沒有相位陣列雷達 它也沒有垂直發射系統 這個原因我上次說過了 但是有很多網友不懂我這樣講 如果是垂直發射系統 它的發射間隔就是1秒 這我也發表過論文的 這樣子 它就是這樣發射的 你們不要以為末日估艦演的是假的 那個是真的 它就是那樣打的 所以就這樣 一秒一個間隔 它還是要間隔 為什麼 因為它在末端導引的時候 它需要有一點時間差 它的雷達才能夠確實反應 那如果說是 台灣的成功艦的話 它是單倍Mk13的單倍發射架 它的飛彈要先loading 要先上來 上來之後它要附雨 方位 仰角 然後還要確定 斯特雷達有鎖定發射 6秒 那這樣就有差了喔 對 然後那個 不對 我講錯了 12秒 12秒 對 6秒是什麼 6秒是基隆極艦雙倍發射架 因為它一次loading就是兩枚 就是兩枚上來 然後這樣轉 為什麼它只有6秒 因為一個發射出去之後 另外又可以立刻發射 它不用再loading 好 所以有沒有代差這個事情 有很多的1450可能說 小艦長你舔共啊 沒有 我講事實 那個 再講這個遼寧艦 除了剛剛單身廣敢講 說這是時代的痕跡 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講的泡在海水裡 沒有不生鏽的 那這個紅色框起來的部分 那也都有鏽水啊 很正常 那你看美軍的艦艇 它只要完成前進部署的時候 大概就是半年到八個月的時候 它也一樣滿船都是秀水啊 所以這沒什麼好講的 好 講到重點 什麼重點 這個到底這個距離是多少啊 好不好 各位你們沒有在海上 我們就假設它不是P圖啦 假設是真的啦 沒有啊 我必須這麼講 那你覺得是P圖還是真的 真的啦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在海上 當過瞭望嗎 沒有嘛 但是我告訴你們 你們做過一件事情 當下雨過後 你站在你家樓上 看遠遠的101 你會不會覺得比較近 比較清楚 對 比較感覺變近 那是什麼 那是因為大氣 就是海水蒸發 以及大氣溫度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 放大效果 空氣裡面的折射 所造成的 所以有的時候清晰 有的時候不清晰 我曾經在幹 錦江急艦長的時候 你趕快講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快點 真的 離台灣30海里 我都已經看到 那個 遠遠的那個 那個大屯山脈了 你說怎麼會看不到呢 那這一個 我強調一下這個是 東吳大學溫約社他畫的 那他畫的 當然沒有衛星那樣準確 但是他的推估 看到這個 和平發電廠的相關位置 他的距離 大約是什麼 22點多公里 就是距離那個 我們台灣 意思是什麼 他其實就在 領海基線 不是他就在領海的邊緣上 12海里 12海里的邊緣上 OK所以可能沒有 11公里這麼近 對他沒有那麼近 因為我們以前在 在擔任瞭望 或者是 我當艦長罵瞭望的時候 我說只要我看到了 就是我在當小官的時候 我只要看到了 你沒看到我一定罵你 對不對 那我們不但要看目標 我們還要抱距離 方位 那個三五洞 距離幾海里 所以你看到那個照片 你覺得大概也就是 差不多20公里左右 差不多 不會到11.87公里 沒有那麼近 沒有那麼近 所以那個大陸網友 不要不服氣 台灣網友不要說我舔共 這個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但無論如何 他是已經壓到了 這個所謂12海里的 對他就在邊緣 他就在邊緣 當然有拿出證據的最準 但是現在因為認知戰 那到底要怪誰 你做認知戰 我也做認知戰 結果大家一無所知 不知道哪個是真的 那我們之前節目講到 雷根號 還記得嗎 有看過節目 又回來了 雷根號又回來了 為什麼8月3號跑那麼遠 要複習一下1200公里 為什麼 因為怕被東風15打到 今天我在別的節目 他們說東風15 是老舊的飛彈打不到 我聽了真是目瞪口呆 對不對 那老東西也可以做性能提升 對不對 基隆級艦不是這樣嗎 遼寧艦不是這樣嗎 好 來這個 現在說要回來了 因為魔法阿嬤走了 要回來了 回來之後說 講話大聲了 我要通過台灣海峽 他的狂擊圖怎麼那麼奇怪 沒有 一樣嘛 要離開1200公里嘛 所以他還是要保持安全距離 所以他往東南跑就對了 對 因為沒有人願意面對這個現實 這個弧形你們千萬不要認為 他就是這樣弧形啊 因為化成直線覺得很奇怪啊 事實上應該是直線不會 船在海上不會開個弧形嘛 他這只是故意的 那事實上來講 他這樣子開啊 有人說要回到台灣 要經過台灣海峽 你什麼時候看過核子動力前 核子動力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打擊群穿越台灣海峽過 卡爾文森號有過過嗎 那林肯號有穿越過嗎 都沒有 所以不要開玩笑了 不要晚上吹口哨走夜路壯膽 而且他不但自己走 他不但要這樣子回來 還帶了個帶刀護衛 這帶刀護衛是什麼 是他的飛彈的測量艦 他為什麼要帶個飛彈測量艦回來 因為這個測量艦是什麼 還記得嗎 台灣跟日本一直在糾結一件事 到底是11枚飛彈還是9枚 9枚還是15枚 所以這個台灣媒體說25枚 不管 反正就是為什麼糾結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就是樂山看得最準 好 這次他回來帶這個 飛彈測量艦回來 這飛彈測量艦 我們不用講得太複雜 簡單來講 各位我幫大家把這個圖結下來 你看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海上樂山 就是海上的樂山雷達戰 但是他比樂山雷達 效能差為什麼 因為樂山雷達在3000公里的高山 那個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爾 看你登的爬得越高看得越遠 那對不起這個頂多15公尺 他看得實在有那個距離有限 但是等到飛彈爬高起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個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而且現在已經說了 軍演沒有要結束 他還要繼續 現在要做海空聯合反潛 為什麼在東岸做 現在國防部好像還沒有公布 在今天的整體的 台灣周邊海空域的狀況 你要不要信 就在這一兩天 就在這一兩天 很快的 運8反潛機 又要穿過巴士海峽 到台灣東邊海域來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使用裁電潛艇 還需要輔航或者使用呼吸管 那個充電呢 就是海 就是我們的健龍級 海龍跟海虎 他一定的時間內 那幾天不要讓我講 我講得我被 國防部已經很恨我了 那到時候怎麼把我移送 這當然很恨我啊 當初大家都說 那個飛彈不會經過的時候 只有我說過 好 只有我說飛彈會經過台灣 當然請這個求出往下 對 確實求出在我們節目上 還沒被認證 他就已經拿出資料 告訴我們了 這個我要感謝一下 大家的斗內 先謝謝這個李偉 說佑正說得太好了 我現在是單身廣 謝謝 謝謝 那另外有這個大陸的朋友 說單身廣說得好 我們都是中國人 那這個 如果沒有這些台獨分子 這個絕對不會搞成 今天這個樣子 另外感謝佳慧 謝謝你的斗內 然後還有臭邊邊說 誰要跟民進黨團結 每天欺負人 羞辱人 還有1450 每天造有挑釁 現在底下還有一堆1450 就是 就這樣 沒關係 讓他們待在這邊 那也確實 我們的這個 好像看著都卡卡的 我看到我們的人數 就是一直高高低低 一直上上下下 就是35,36 然後繃的一下 都掉下來 35,36 頭髮是怎樣 跟在這裡 35,36 就一直掉一直掉這樣 那沒關係 我們就請大家 這個如果真的循環不好 那我們就出去 然後趕快再回來 趕快再回來 好不好 趕快下家 所以我說嘛 你這樣叫我怎麼跟你團結 我都已經躲到網路上 你還要整天這樣搞 你也不搞別人 就專搞正常發揮 那你怎麼不去搞別台的節目呢 那每天都在搞我呢 每天搞我的意義是什麼呢 你就是不讓我活嘛 那你不讓我活 我怎麼跟你團結呢 好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說了齁 不是我不相信國防部 但你有潛力嘛 好這個東風的時候 你也告訴我說 沒有 一開始說沒有 後來被日本打臉 又說有 然後說不構成傷害啦 不攔截 然後又被發現 你不是不攔截 你是根本無法攔截 好根本無法攔截 來 我們往下看 抗中寶財喊的 比1996年還要響亮 但是備戰是不是 比1996年 倒對好幾步 又或者是 因為中國大陸的軍事能力 進來太快 導致台灣根本無法備戰呢 我們來看齁 這是李登輝時期的 國安幕僚 張榮峰 蠻有名的 他1996年爆發台海危機的時候 當時就幫李登輝 制定了所謂18套劇本 這個劇本 包含要考慮哪些 我跟各位說 包含法律啦 政務啦 國際關係 潮汐 地形 水汐 季節 氣候 溫度 甚至如何穩定 骨灰等等 全部都要考量進去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怎麼沒有考量 會不會天然氣被封鎖啊 怎麼沒有考量 會不會石油被封鎖啊 各位 因為當時的解放軍 在想定裡面 劇本推演裡面 是沒有鎖台能力的 是沒有封台 圍台能力的 所以根本不用考慮哪一些 當時的想定最嚴重頂多是怎麼樣 就是飛彈射到旁邊啦 不然就是某一個外島被奪到 所以當時1996年 這個台灣政府是認為解放軍 沒有能力對台灣本島做任何失之打擊 儘管如此都有18套劇本啊 那我想請問 現在呢 當時都不包含武統啊 你根本沒有能力啊 那現在我們有幾套劇本呢 好 還是我們的劇本都是美國弦呢 行 來 剛剛 這個求書給大家看了 這是這個南海戰略太史感知公佈 雷剛號最新的一個路線圖 它其實已經又往東北跑了 東南跑已經到這裡來了 已經跑到這裡來了 那如果你要過你要到台灣就衝過來啊 來 這樣就好了嗎 這個蘇利文不是說未來馬上 柯比不是說未來幾周就會到台灣嗎 那你就這樣來就好了 你為什麼又往後面跑了呢 你為什麼到這邊到這邊 從這邊又往東南跑呢 你直接衝過來就好了 是又要繞開人家這個演習的區域嗎 這實在是蠻奇怪的 蠻奇怪的 你那個不夠新啊 還不夠新又有新的是不是 它又往東邊跑了 這個是到8月8號 對啊 又往東邊跑了啊 所以你去看 它這個往下一定是走到菲律賓的東方 對 它怎麼可能走到台海 所以我估計 人家柯比也說實話 他說未來幾周 對嘛 所以你緊張什麼 又不是現在 對啊 所以它可能是從菲律賓東側繞到南海 那時間到了再從南海回到橫須賀 那回橫須賀的時候 它就可以經過台海中線的東側啊 對 那他就說我是靠 我來了 我來了 只是剛好路過 我路過 對啊 來 大家請大哥幫我們解釋一下 來 為什麼我特別把這個雷根號拉出來 為什麼特別 我們來看 這個美國專家 配合我前面提到的 這個所謂1996年的18道劇本 這個美國專家說 現在美國航母過去對於共軍的威懾力 是不是一去不負返了 當時在1996年 他回憶到 他說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跑過來 就讓解放軍明驚收兵草草收場 回家啦回家啦 稀稀回家稅打過贏啦 可是2022年 導彈調到台灣周邊海域 然後打到日本的專屬經濟區域的海域 甚至穿越台北的天空 美國出動兩個航母戰鬥群 就可以讓解放軍明驚收兵的日子 好像一去不復返了 甚至前美國的軍官也提到 解放軍在1996年 尤其海軍以來 建軍的速度令人難以置信 前北約盟軍最高指揮官也提到 中國現在軍事實力很可怕 尤其在靠近奔都海域 尤其是在臨近台灣的地方 路透社也直接告訴你 解放軍遠比1996年 第三次海苔危機更強大 鎖台 武力鎖台 讓北京政府 是不是要藉此逼台灣來協商呢 這位前新加坡的外長也說 裴洛西飛入台灣 中美就已經準備開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說這是華府跟北京都精心策劃 這個緊張關係 蒐集情報想一下下一步棋要怎麼下 裴洛西訪台是挑釁的行為 這是新加坡認證的 美方非常謹慎處理 避免成為外界的笑柄 而中國大陸呢 也是密切觀察國際的反應 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發生戰爭 可能要面對很多的對抗跟制裁 所以中美其實都很小心的 在處理這一次裴洛西訪台的事情 其實我們很早就講過了 這兩個也提到了 在第一島鏈基本上 美軍已經沒有任何對共軍這個恐嚇的能力了 對啊 1996年有18段劇本 事實上我們這次就有一套劇本 都沒注意到 有嗎 慈母守中線 就是Don't look up 千萬別抬頭 比較反應了Netflix那個片子那麼完整 真的 我跟你講現在國防部 為什麼必須這樣開記者會 因為你要知道 那個都是既定事實了嘛 比如說領空領海 那基本上他沒有回擊嘛對不對 沒有做排除嘛對不對 沒有攔截 那如果他現在承認真的有進來 那要究責 對啊 有沒有想過 總統2019就說過了 強勢驅離 不只啊這有法律啊 領空領海本來就要排除啊 這個是法律啊 所以他絕對不能承認啊 他不能承認啊 是啊 所以現在尷尬了 議題真的就只有中線 對 可是我跟你講中線不是法律 領空領海是法律 對 所以他不能承認 所以你要你要體貼嘛 體貼人 我跟你講他現在的策略很簡單啊 就是說 只要你的來源是中國大陸的圖片 文字 認知作戰 假的 認知作戰 國防部今天公布了270則假訊息 對 272 所以你剛剛根據的都是272字 這是假訊息 除非是日本跟美國公布的 所以他只好回應 可是日本跟美國不會去公布 進入領空領海 當然啊 因為這樣子對台灣不好 是種傷害 太殘忍 他不會啦 美國跟日本不會這樣做 可是中線 那個我跟你講啊 人家那個飛彈的路徑跟彈早點 那是依法公布 所以日本防衛省一定要公布那個資料嘛 那個是人家有法律啊 因為 但早點可能跟日本也有關係 他必須讓國民知道嘛 對 那其他的都是台灣的事啊 干我屁事啊 他沒有必要公開啊 怎麼這麼直白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 所以國防部他記者會已經開完了嘛 那開完了就是說 沒有啊沒有進領空領海啊 你不要緊張啊 那當然因為 防空警報確實就是沒響嘛 所以他就必須提出解釋嘛 所以說上空不等於領空嘛 對不對 他事實上 邏輯已經很清楚了啦 就是說 對方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偏不做什麼 對 你要我發防空警報 我就不發 你要我 老百姓看到什麼東西進來 我就說沒進來 對 反正老百姓看不到 不是 對看不到 而且裡面有證據 對 證據都在我手上 只要你發圖片 我就說你批的 不是 批的我知道 除非你真的是 害到了內部文件 可是你就違反國安法 對 你知道嗎 你看所有的邏輯是不是 密不透風 真的耶 都沒有空可以騎耶 我跟你講 有關軍事的情報 的真相公開 往往都是很多年以後的事 你偏偏在選在這個時候 人家藍堪的時候 你要因為要去追真相 那他怎麼回答你呢 回答你一下 有法律責任 那整個國防部 就倒大沒了 那你說不夠體貼嘛 對不對 人家有難為之處啊 而且說實在 他也不能對打 因為我認為第一時間 我坦白講 我認為 我一直有這個看法 我認為8月4號12點開始演習 美國基本上就介入了 他就介入了我們所謂的危機管控 因為你 我們台灣跟 中方沒有軍事溝通機制嘛 對 他怕你會出錯 你知道嗎 比如怕你講錯話 怕你做錯事啊 那萬一交戰怎麼辦 萬一插槍走火怎麼辦 那就慘了 所以美國 我覺得他一定有說 你就跟著我講就好了 所以你不覺得蔡英文 8月4號的臉書 跟蘇利文幾乎一模一樣嗎 嗯哼 蘇利文的基調是什麼 請北京節制 是 我們總統的那個三分 三分四是嗎 講話也是 幾乎就是節制嘛 對就是這樣 忍耐對不對 節制忍耐 你看那個 王八千也都沒有講話啊 3Q也沒講話 戰狼部長也不見了 明天要開國際記者會 對因為 事過境遷嘛 因為飛彈已經射完了 那現在已經進入政治階段 軍事階段結束了 那政治階段你就要拉拔得分了嘛 就是說 有多少民主同盟的朋友 站出來了 那就是要引述這些 到底有幾個國家 因為他已經收集了 所有駐外代表的回音了 那就是要 要宣布這個成果啦 那也有友邦來嘛 幫你講話嘛 聖文森 可是這種東西 基本上 都跟軍事無關啦 因為軍事危機就是軍事危機嘛 你講政治有什麼用 比如說 你美國珍珠港被打 美國去訴求全世界說 大家來譴責日本 不用啊打回去就好啦 你珍珠港還是被打啊 不是嗎 打回去就好啦 對嘛 所以美國最後真正的做法是什麼 整軍嘛 對啊 整軍 然後回去就跟日本開戰嘛 不是嗎 那後來就在中途島打敗日本嘛 就第一級嘛對不對 決戰中途島 第一級嘛對不對 那當然 日本就低估了它的復原的能力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唯一的辦法嘛 你搞政治有什麼用 危機還是已經過啦 那造成的傷害還是在啊 比如說 你吳釗憲明天開記者會 你能夠 有效的阻止中方 不再來搞一次嗎 哪有可能 不可能啊 Nobody care 沒有人在乎啊 因為這是軍事問題嘛 所以現在你開這種政治記者會 沒有意義嘛 對 有什麼意義 就是軍事的事件已經發生了 就是我們說是一個封鎖的危機嘛 已經發生完了 變成是要大內宣吧 你看好多人支持我們 那然後咧 那然後呢 所以我才想說 我知道啦 可是我跟你講啊 因為這一次 你無所作為 或者是無能作為 已經太明顯 對 這是我剛剛一直提到 這個你用什麼樣的政治語言 去譴責對方 多爛啊 什麼全世界國際有人都已經幫你戰聲了 沒有嘛 危機時刻為什麼你不出來 為什麼沒有軍事的行動來挺我 人家也沒有理由要挺你啊 因為你自己也沒有站起來 對啊 因為我們去烏克蘭對不對 連你自己 烏克蘭第一時間被打 人家就英勇回擊奮戰耶 對不對 你開始真的是滿佩服的 是嘛 我們是 你基本沒有回應嘛 你就是節制嘛 你的整個回應的模式就是節制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譴責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然後就 然後討拍嘛 然後呼籲民眾 Don't look up Don't look up 就這樣嘛 你的回應模式就這樣嘛 你去看 96年李登輝那些回應模式 都是在 處理實質的 可能的危機的狀況嘛 對沒錯 那你告訴我了我 哪一個危機的狀況 你有面對 比如說請問 菲律賓要撤僑 你有處理嗎 菲律賓也說有14萬 對 那如果我們台灣的家庭 突然沒了費用 你怎麼辦 這些生病的老人誰照顧 你告訴我怎麼辦嘛 對不對 那很多啦 這種問題太多了啦 因為連苦靈都受不了了 寫了10點嘛 就整個民黨覺得 好像我們真的什麼事都沒發生 一切如常 不是沒發生 如果苦靈都已經受不了 要出來寫臉書那10點 就表示他發現危機太大 台灣太脆弱了 然後這個政府都沒有計畫嘛 對 不然他寫那臉書幹什麼 為什麼那臉書會瘋傳啊 就大家覺得問題真的很大 所以你吳釗憲 你明天出來開那個記者會沒有用嘛 是啊 因為苦靈那個臉書的說服力 遠超過你嘛 就你那個脆弱性已經展現出來了嘛 我們真的什麼都不敢做 而且什麼都做不了 你過中線 你告訴我怎麼處理 你告訴... 國防部今天 記者問他 過中線未來怎麼處置 國防部講了半天 現場沒有一個記者聽得懂 這樣夠厲害吧 總統說強勢驅離啊 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記者會可以講到 你都聽不懂 對 這樣夠厲害吧 沒有啊 越中線就是驅離 或者是隨便他 就狼走嘛 不管你要怎樣 就看你要怎麼樣嘛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就隨便 假裝沒看到沒有 沒有 領空領海他就跟你搞政治作戰嘛 沒有這件事 不可以講 你搞錯啊 而且你是用中國的資料 對 在地協力者 完蛋了 我們也是在地協力者 因為現在沒有台灣 方的哪一個團體 出具他的證據 現在因為這種證據很難取得 現在是國防不用講的嘛 你很難取得啦 除非你剛好在現場做無人機空拍嘛 不然你怎麼會有資料 我們沒有辦法去弄一個衛星圖嗎 說你看你屁啦 你那麼遠 沒辦法嗎 很難啊 很難啊 可以啦 用買的啦 可是價格很貴 就是要有特別的團體 專門要幹這件事 那我看應該很難 浪哥講的完全正確 這個 美國就有民間的衛星公司啊 他甚至連俄羅斯去布插有沒有 他們不是在講那個屠殺嗎 對對對 所有的衛星比照圖 好多畫面啊 所有的衛星比照圖都不是政府提供 對啊 都是民間衛星公司提供 對 你記不記得 對 所以我們也可以買啊 我們台灣哪有這種公司 我們去外面跟人家買啊 搞不好也可以買到說 你看 什麼亂講 比如說在這邊 咪咪就在這邊 咪咪就是25 那你就贏啦 你怎麼不花錢去買呢 可能沒有人在拍吧 或者是人家也不想賣你吧 我猜 新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 魚費力入獎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 999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 操 水 水